一场极尽奢华,缤纷绚烂的足球嘉年华 更像是世界足坛结束一个时代的告别秀 当身穿巴黎30球衣的梅西 与披着利亚德全明星队7号战袍的C罗 在第37场梅罗决胜握手拥抱 你仿佛看到两个人共同创造 长达近15年的梅罗时代画上了句号 原本只是一场因为新冠疫情被推迟了一年的商业赛 因为C罗加盟利亚德胜利意外变成了或能再入史册的最受关注有益赛 命运的巧合让跨国执行停赛禁令的C罗 在这场梅罗决才完成自己加盟沙特联赛的首秀 至于梅西,这也是几乎时隔两年后 再次与C罗对面而战 赛前两位毕生对手不知问候,惺惺相惜 令球迷们不胜唏嘘 此战一别 谁也不知道21世纪至今最伟大的两位巨星是否还有重聚日 阿根廷球王刚刚达到人生最巅峰 依然在欧洲最顶级赛事为冠军奖杯而战 C罗则选择了世界体育史最大的合同 开拓中东的足球荒漠 两位都已不再年轻的超级巨星 在沙特王室的撮合下 连妹献上精彩的梅罗绝告别赛 也是全世界球迷的姓氏 伴随着一代球迷青春的梅罗时代 恐怕就要在这漫天花彩的烟花里烟消云散 成为人们永恒的回忆 260万美元的VVIP豪华通票 提醒着人们这场梅罗觉得奢华 背后却是梅罗时代终结的落幕 超过200万人预定球票 可容纳6.7万球迷的法赫德国王球场爆满 超过4000名全球记者申请报道 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对这场比赛进行转播 不是因为拥有三位巨星的大巴黎 而是因为这很可能是最后一场的梅罗绝 赛事组织方还邀请了亨利 托地作为解说嘉宾 可谓高鹏满座 观盖云集 只为见证梅罗时代的落幕 刚刚加盟利亚德胜利的C罗 带上利亚德明星队的队长秀标 甚至自己的队友也都纷纷自拍合影 记录这个可能再无机会重现的伟大时刻 开球前 梅西与C罗的拥抱 将堪称足球史上最伟大双球会的梅罗时代 定格在皆大欢喜的瞬间 赛前表示只会踢45分钟的C罗 最终踢了一小时才依依不舍离场 两位巨星也没有让球迷们失望 梅西开出场三分钟就借内马尔助攻闪击进球 但C罗不遑多让 被前黄马队友纳尔斯拳击面部后 主罚点球命中 第一次在沙特的球场上做出经典庆祝动作 中场休息前 C罗投球中注 但大巴黎的老友拉莫斯解为失误 成全了葡萄牙巨星的梅开二度 第60分钟梅西制造点球由姆巴佩主罚命中后 C罗和梅西均被替换下场 第37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梅罗爵就此提前落幕 或许C罗多替15分钟是为能上演帽子戏法 为梅罗爵画上属于自己的圆满句号 但非常遗憾 尽管大巴黎少打一人 丽雅的明星队的实力毕竟差距明显 不过C罗也不算失望 37场梅罗爵 他与梅西都进了23球平分就色 不分伯仲 也算得上是皆大欢喜 这场备受全球瞩目的梅罗爵商业赛 在盛大的烟花秀中落幕 正如西班牙媒体所言 梅西和C罗在两人可能最后一次对决中 留给球迷们足够精彩的表演 带给所有人足球最原始的快乐 沙特王室一致千金造就了奢华至极 娱乐性远高于竞技性的足球盛世 梅西与C罗数强数弱的永恒争议也被暂时放下 两位巨星都以谈笑风生 他人又何必固守执念 这样一场情怀感与娱乐性拉满的时代告别赛 本身就是梅西和C罗献给球迷最好的告别礼 英国媒体赛后感慨 梅罗失败不该像这样落下帷幕 就像拳王阿里需要弗雷泽和福尔曼 网球巨星那弗拉蒂诺瓦需要埃富特 波士顿红袜需要纽约洋鸡 梅西和C罗同样彼此需要也彼此成就 两位巨星本该在更有竞技价值的比赛中 为属于他们的时代画上句号 就像2008年他们在欧冠半决赛首次相逢一样 非常遗憾 这样的双雄会未来恐怕不会再有 即便极小概率C罗能重返欧冠赛场 岁月的痕迹也不会让梅罗绝回到球迷们熟悉的巅峰状态 繁华散尽的皆大欢喜 其实必然是终有一别的悲伤 梅西与C罗做别了他们的时代 见证他们时代的球迷做别的是自己的青春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订阅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